下面我们来看第五节的内容 食材矮小 如果你去关注一下各大儿童医院 其实大家会有一些不同的季节特点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 有的时候秋冬季节 大家都是得呼吸道感染的疾病 但是到了寒暑假 你会发现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都跑到医院来了 为什么 这是因为这些小朋友趁着寒暑假的期间 来看长得过高的 来看长得过矮的 来看太胖了的孩子 比如说还有一些异川代谢病 我们之前讲过像糖原累积症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 会表现为圆圆脸糖代谢的异常 那么在这些孩子当中 有一类孩子 他们是以各自矮为最主要的表现 当然这也是家长最为焦虑的一点 因为我们谁都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高 那么能够在人群当中处于一个还不错的水平 这对于他们的未来的生活也是有好处的 那么确实有一类的孩子 他在人群当中处于一个很矮的水平 那么我们就需要知道 你个子长得不高 还是说你真的属于矮小 因此对于矮小的定义是十分重要的 这一点是必须要背下来 身材矮小或者是侏儒的诊断 是要求我们看的肯定是身高 跟同性别 同年龄的儿童去比 换句话说 我们这一个班的孩子 他们都是三岁半左右 或者说都是三岁左右的孩子 男孩跟男孩比 女孩跟女孩比 你不可以去拿男女之间去不同的比较 那么如果他矮于同性别 同年龄 健康儿童平均身高的两个标准差 或者是第三百分类以下 都叫做身材矮小 这两种是不同的测评方式 有一种测评方式 我们是画生长曲线 我们说这里是年龄 这里是身高 孩子会有很多张曲线图 我们举一个比较常见的例子 这是五十百分位 只是说这是第三百分位 孩子随着年龄增长 我们每一次都在这张图上去标点 比如说 这样的小朋友 你会发现 当他把他的生长曲线的轨迹连出来之后 你会发现他之前是在五十百分位以下 那么他慢慢慢慢长得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了 那这是个好事 五十百分位 意味着你在大的人群当中 你可以理解为在一百个孩子当中 他排中不六 中间的位置 那么比较让人担心和焦虑的 是这样的孩子 他们一周很小 或者是之前还不错 长着长着 越长越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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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类孩子都有问题 所以这是第三百分位 折算成另外一种标准差的计算方式 我们类似于画个竖轴 零 代表的是中位数 有减一个标准差 加一个标准差 加两个标准差 减两个标准差 比如说像姚明这样的身高 他就远远是在两 二三个标准差以外 但是如果你个子很矮 那你有可能是在这个竖轴 更偏素的这个方向 所以上面说的 是关于身材矮小的一个基本定义 这个定义是需要大家熟练的掌握 那一个人为什么会很矮 家长其实关心的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 我们爸爸妈妈 似乎在人群当中是正常的 为什么我的孩子会矮 家长的第二个关注点 是我怎么来治疗 他是不是真的矮 所以我们回顾一下病因 并不是所有的儿童 他的身高矮 都是来源于生长激素的缺乏 其实背后有很多很多的因素 比如宫内发育迟缓 会引发宫内发育迟缓 背后也有很多原因 比如说妈妈遭受过感染 比如说 胎儿自己在一段时间之内 之前还是匀速生长 后来胎盘的功能不好了 还影响到了孩子的营养供应 他就在宫内不再长了 我们前两天 昨天抛出来的一个孩子 39周的一个臀位的孩子 他的体重只有2400克 那么他已经明显是属于一个 足月儿的范畴 但是他的体重仍然很轻 就说明他在宫内 发现最近两周都不再长体重了 说明背后肯定有其他的原因 我们就让他尽早的出来 所以这是宫内发育迟缓 作为病因之一 还有我们也关心 家长们会比较焦虑的是 是不是我营养跟不上 是不是缺钙 才会让个子矮小 当然如果身体当中有一些 慢性疾病 营养代谢性的疾病 也会影响身高的发育 骨骼的发育障碍 这个其实咱们之前有说到过一些疾病 举个例子 年多糖病 大家如果想不起来了 你要回去再看看书 像年多糖病啊 软骨发育不良 然后肝垢端发育不良等等 这些疾病都会让骨骼本身发育异常 比如说我们在说年多糖四型的时候 年多糖病四型 这样的孩子智力基本上是正常的 鸽子很矮 他们鸽子矮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的脊柱有严重的侧弯 他们整个的脊柱侧弯 他们的肋骨都是飘带像 飘带的样子 他们的手呢 甚至也呈现一个爪形手的状态 所以这是关于骨骼发育的异常 还有一些我们叫特发性的矮小 就是查不到任何的原因 查不到任何的原因 像家族性的身材矮小 我记得我大学同学里面 大学同学里面 有一个女生 个子非常非常的矮 个子不到一米五 她找了个男朋友 个子就是一米五 一米五多一点 也不错 那你说我们最终身高 其实有很强烈的遗传因素 那两个个子都很矮的爸爸妈妈 你不可能去指望你的孩子 长得像姚明酿高 她甚至都不可能长到一米八这样的身高 因为他们是由基因决定的 所以这是家族性的身材矮小 爸爸妈妈都很矮 整个的家谱当中都没有高个子 也是这样 还有一类孩子 叫体质性的青春期发育延迟 这类孩子其实也很多件 这是老人俗话说的 完长的这一类孩子 我们老人去看孩子的时候 经常说 哎呦没事别着急 孩子嘛有早长有完长 就说明有一类的孩子 他们整个的生长发育 最终的结果还是正常的 他们还是跟正常人一样的身高 但是她比同龄儿童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发育的进程要慢 那比如说 他们进入青春期的时间 就要比其他人晚 而这种现象 往往也有家族史 比如说爸爸妈妈某一边 他们进入青春期的时间比较晚 他们不是11岁左右 11岁12岁进入的 他们甚至要更往后推 有可能就会让这个孩子 在小时候展现出来的是一个身材矮小的孩子 当然还有一些内分泌系统的疾病 也会影响身高 这是从病因上 我们需要做一个了解 这部分就是了解可以了 临床表现 在考试当中 这部分的临床表现 一定会被考到的 出题的方式 一般都是以例子为主 给你一个例子 告诉你这个孩子现在的年龄是什么 身高是什么 你看到这个身高 你会觉得 听起来好像有点异常 那他也会同时给你一些参数 告诉你出生体重是什么样子 爸爸妈妈的体重 身高是什么样子 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病史 让你最终来判断出来 他的身材矮小属于下列 这五个当中 哪一个类型 这是考试的最常见的方式 当然也会考一些其他的题目 比如说像生长激素缺乏的病人 他们有哪些特点 比如说他们的脸庞是圆圆脸 他们的面容的相对幼稚一些 他们生长发育的速度会慢 他的每年身高的增长幅度会比较慢 那如果我去做一个生长激素的检测 就会发现他们的水平比较低 那我们会一个一个的来说 在这之前呢 我会把这个部分总结出来一些口诀 总结出来一些口诀 我们不是做内分泌的专科医生 所以对于这些疾病有的时候 讲的时候能理解 转过头了以后又忘了 所以用了一些口诀 能够帮助大家记忆 我先带着大家来一起过一遍 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从病因上来看 第一种病因是特发的生长激素缺乏 这也是我们家长们最熟悉的能听说的这个疾病 就是哎呦你个子很矮 你是不是生长激素缺乏 你是不是得打点生长激素啊 这样的病人我们叫圆圆脸 娃娃因又矮又小 发育池 它是真的由于生长激素都不够 导致的身材矮小 第二种是宫内发育迟缓 宫内发育迟缓最大的一个特点 是在于它的年龄和它的骨骼年龄是匹配的 不影响智力发育 它呢叫小不得二 天注定 为什么叫天注定啊 因为它的起源是在于宫内发育 你在宫内发育的时候 有人长到了八斤 但是你才长到了四斤 中间有这么大的差距 所以说明你从小就注定是一个 长得很小的孩子 但是生长发育的速度 我们说他们进入青春期的时间 并不晚 他们的古龄和年龄也是匹配的 他们的智力也不受到影响 所以这是宫内发育迟缓 还有我们就说的 全家都矮 过去总是寄希望于母亲的身高 但事实上在科学上面来说 爸爸妈妈的身高都很重要 最终这个孩子能长多高 遗传因素占能占到70%到80% 所以如果爸矮妈矮全家都矮 那确定孩子是个家族性的身材矮小 这样的孩子古龄是正常的 发育也逃无问题 就是他都是矮矮的小朋友 仅此而已 还有一类孩子是我们说的晚长的孩子 体质性的青春发育期延迟 他出生的时候是正常的 但是你会逐渐发现他们的古龄慢 古龄比着真正的实际年龄要慢一些 家族当中有人同样的情况 比如说青春出潮年龄的时间比较晚 比如说出现性发育的信号 这些时间都比较晚 那最终最终我们叫略晚的青春中将来 意味着他们总有一天会回到正常的轨迹上 最后一种叫特发性的矮小 一切都正常找不着任何的原因 他就是矮我们要做生长激素的激发实验 我们来做激发实验来验真伪 前面说的是一些口诀 这些口诀在作题当中至关重要 能够基本上帮大家梳理出来一些思路 但即使如此 我们仍然要了解每一种类型的身材矮小 它背后的原理和它呈现出的临床表现 特发性的生长激素的缺乏 主要是由于下丘脑合成或者分泌的 生长激素释放激素缺陷导致 也有一部分的孩子是由于垂体的影响 导致后面的这个生长激素分泌的不够 换句话说 在这个轴上面我们强调了内分泌一定要记住轴 是下丘脑垂体到骨骼 下丘脑是个私定部 所以它出来的都是促什么什么什么释放激素 在这里我们是指生长激素的释放激素 它的目的是促进生长激素的释放 拿着一个小鞭子说 哎呀你要赶紧分泌一点生长激素 但是当这个激素水平异常的时候 它的下游就接受不到更多的信号了 就导致生长激素的数量不够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去给它补充一些生长激素 效果还是不错的 临床表现 出生的时候是正常的 这个很重要啊 注意我们一定要先从出生来导 出生是正常的 这个孩子就像一个身材非常均匀的 我们有的时候走在大街上 能够看到一些侏儒 有些特殊行业上面也能看到一些侏儒 做服务生啊 或者是做 就是餐厅的一些服务员啊 我们偶尔都能看到 他们的个子虽然矮 但是他们的身材比例没问题 他就是像一个小大人一样 他就是给压缩了 就像压缩了一样 所以他们的身材比例是匀称的 有可能会有臀胃 或者是一些窒息的病史 面容相对幼稚 呈现娃娃脸 声音高尖 所以我们就说圆圆脸 娃娃音 圆圆脸娃娃音 皮下脂肪是比较饱满的状态 由于骨骼发育受到影响 跟骨骼相关的还有牙齿 所以他们普遍出牙 换牙都会受到影响 都会出现延迟 身材矮小不用说了 他们多数落后于同年龄 同性别的正常儿童 四个标准差以上 这其实差的还是非常非常远的了 这样的孩子 生长激素有缺乏 身高又这么差 他的骨骼也是落后的 他的骨骼落后很明显 一般也是在三四年以上 在这里我们非常强调的是 生长速度 有些孩子 他们虽然个头矮一些 但他每一年生长速度是没问题的 那也没事 但这类孩子很经典 他们的生长速度缓慢 小于四公分每年 有的时候会在两到三公分 那么由于他一切的发育 都变得迟缓了 所以他们的青春期 也会受到影响 他们青春期会延迟 男孩子会出现小阴镜小搞完 当然 他们也会有一些 不同程度的代谢紊乱 因为生长激素 也跟代谢水平相关 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能够看到这些猪如 在正常工作 说明一件事情 说明他们的智力 是正常的 他们并不傻 所以我们回顾一下 特发性的 生长激素缺乏的病人 他们出生的时候 看起来是正常的 但是越长越慢 越长越慢 古龄也落后 所有的身高也落后 落后的很厉害 就是身高的这个身材 落后于四个标准差 古龄落后 四 古龄落后四年 生长速度小于四 生长速度小于四公分每年 所以是四四四 大家要把这几个数字 要有个印象 这样还会带来的问题 是跟换牙相关的问题 换牙晚 青春期也晚 但好在呢 智力是正常的 如果家长没有这个钱 我们之前也问过很多的家长 那你看最后明确诊断了 就是生长激素缺乏 你要不要治疗 就是说的通俗一点 就是花钱买身高 你要不要买 你要不要付出这种努力 那么现在城市的人 可能经济条件还不错 还愿意去尝试 但是我们也确实遇到 有一些来自于偏远山区的 他们确实经济水平不行 他们说那不行 那我就放弃掉 那好在这类的孩子 因为他智力是正常的 他并不影响 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 那第二部分 我们再来看 宫内发育迟缓 这类孩子 实际上在现在社会非常多见 这两个是同样大小 同的孩子 同样周龄的孩子 你会觉得这个特别大 不是因为他大 而是因为旁边的这个参照物太小了 他们的出生体重 低于同胎龄 同性别儿童的 第十百分位 或者是两个标准差的新生儿 所以这类孩子 是在出生的这一刻 你就能够发现的 甚至说你在产前 你就知道 你在产前 因为你要不停的做超生 你就发现这类的孩子 不长 或者长得很慢 我们就诊断他 IUGR 我们宫内发育迟缓 实际上叫做IUGR 出生以后的孩子 我们才叫他SGA 叫小于胎龄儿 这类的孩子 出生体重是小于2500克的 在这里我们需要回顾一下 G属知识 对于一个新生儿来说 体重在2500克 到4000克 都是正常的 超过4000克 是巨大儿 他的骨龄 是正常的 或者略微有一点点落后 基本上是正常 那么这类的孩子 他的矮小 其实是跟宫内发育迟缓有关 说明他的底子不好 长的底子不好 但是他的身高 能够达到正常身高的 第10到第25百分位 换句话说 在我们的 咱们拿成年人举例子 同样都是我 这个性别 都是女性 同样是我这个年龄 那比如说 我现在是1米66这个水平 我可能在同龄年当中 是一个第50百分位 那有可能 像25百分位的人呢 就是他最终的身高在 1米58到1米6 那如果这类孩子 长到了1米58到1米6 你说这个 这个可不可以接受 其实可以接受的 他只是说 是正常的身高的 一个偏低的水平 就是不高嘛 但是也没有说矮的很夸张 也有一些孩子 他们始终贴合自己的 生长曲线走 一直沿着第三百分位走 一直沿着第三百分位 下面生长 跟青春期毫无关系 青春期的发育年龄 是正常的 大家什么时候出现的 性特征 他也是什么时候 智力也是正常的 如果我们去给他 做生长激素的激发实验 也还是正常的 也没有身材矮小 或者青春发育期 延时的相关命史 所以我们把它总结一下 我们说叫小不点 天注定 因为你底子不好 不傻 不持 古灵好 智力不受影响 青春发育期不受影响 古灵也是正常的 所以叫不傻 不持 古灵好 家族性的身材矮小 我们在咨询的时候 经常能碰到这类患者 我们在回答很多咨询的时候 我们说 妈妈的身高 1米48 然后爸爸身高 1米58 然后我们可以给他 做预测身高的 因为现在这是有公式的 去做预测身高 那预测出来 你的孩子可能就能找到1米6 有可能啊 最后就只能找到1米6 或者 这是有一个上下浮动的范围 1米55 到1米6 那家长其实也很焦虑 但是你必须要知道 这类的孩子呢 身高是低于第三百分位的 但他生长速度是正常 他的整个的生长曲线 就贴着这个第三百分位长 比如说啊 这是第三百分位 你去画不同的时间点 上上下下 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个曲线走的 古龄跟实际年龄都是一样的 没有古龄发育的落后 但是他的身高龄 就是晚 最终的身高 也是低于正常 也是在第三百分位下 跟青春期毫无关系 因为 爸爸妈妈都矮 我们去给他做生长激素的激发实验 也是正常的 因为他并不是 跟生长激素相关的 他的生长激素完全是正常 就是这个基因导致的 就是基因让他长得矮 这是家族性的身材矮小 我们再往下看一类 叫做体质性的 青春发育期延迟 出生的时候都正常 在青春发育期之前 逐渐就开始出现了 身材生长的缓慢 那身高就会落后于 两到四个标准差 古龄 往往会落后两到三年 就是古龄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落后在实际年龄上 青春发育期延迟 女性在14到16岁 男性到16到18岁 才开始青春期发育期 那对于正常儿童来说 你这16到18岁 都快到青春期的末尾了 都马上要结束了 他才刚刚开始长 所以我们这部分孩子 我们就叫他晚长 成年人的身高 可以达到正常的身高水平 那父母有一方 有青春期延迟的现象 我们去做性激素的这个 我们做生长激素的激发实验 正常的 那我举我同事的一个例子 同事的小朋友呢 是现在是上六岁了 现在是六岁了 出生的时候是正常的 出生的时候是 我们叫六斤瓣 他是六斤瓣 顺产 纯母乳未养 在整个的婴儿期 他的生长曲线非常非常好 完美无缺 生长曲线一直都是在中上的 在一岁以内甚至都是超重的 随着母乳未养的结束 他的身材曲线开始下滑了 他开始越长越慢了 然后你就会发现在同龄儿童当中 他已经六岁了吧 他在同龄儿童当中 他会比别人矮大半个头 那家长和孩子 其实都承担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那家长最近询问我的问题 我同事来问我的问题 就是跟我来探讨 对于这类的孩子 要不要进行生长激素的治疗 其实原则上来说呢 可打可不打 为什么 因为这类孩子 他们家的家族情况 是爸爸就是属于 一直都长得比较慢 那最终身高也就是1米7 这个样子 妈妈是1米6 爸爸1米7 妈妈1米6 我们预测一下孩子的身高 大多数呢 是在1米7左右 1米7左右 1米6 8到1米7 2 这个样子 听起来最终的这个结果 还是不错的 只是说 他现在在同龄儿童当中 很矮 他的身高已经明显的是 在第2到3标准差了 落后于实际的年龄 但关键的问题是 这类的孩子 其实智商一点都不受到影响 上小学成绩好都不得了 最终可能能达到正常身高 那么现在主流的观点 就是在于 如果他身高是落后的 家长又很看重这个问题 这个孩子自己背负了很多压力 这个孩子自己说 我要我做梦 梦到的一个星球 我在这个星球上 有一个药水 我喝了我就能长高 就他背负了很大压力的情况下 生长激素是可以考虑的 但是我们要一定要告知这类的家长 他只是由于青春期来的比较晚 可能别人都快长完了 他才开始蹭蹭蹭的冒个头 这样的孩子最终的身高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体质性的青春发育期延迟 最后一类 最后一类 是特发性的矮小 一旦带上特发性 就证明病因不明 身高肯定是矮的 矮于正常均值的两个标准差 出生没问题 生长过程没问题 心理没问题 遗传基因没问题 生长速度呢 也基本上是正常 生长速度也基本上正常 古龄也是正常的 跟实际年龄匹配 但就是矮 我们去给他做 生长激素的激发实验 会发现 生长激素的激发实验峰值 是在大于10微克每升 同时我们还经常测的是 血清IGF1的水平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 在相应年龄的范围之内 就找不到任何的原因 就是矮 所以我们回顾一下 诊断这个疾病 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 肯定是他在同龄儿童当中 是个子最小的 我们在挖掘病史里面 我们要非常详细的问诊 要问一问 他在孕期有没有问题 比如说妈妈孕期 有没有接受过辐射 有没有感染的情况 是否用过一些特殊药物 患者出生的时候 尤其是出生的身高和体重 因为出生时候的身高和体重 有助于我们判断 他是否是宫内发育的迟缓 然后我们要回顾一下 他各个年龄段生长发育的特点 现在不管是社区还是各大医院 我们都在做这件事情 就是做生长发育的监测 所以你每一次在打疫苗的时候 医生都要量量身高和体重 你就能够清楚的看到这一张曲线 我们希望能够教会家长 去描绘生长曲线图 如果这个孩子 每年的生长速度越长越慢 那他都有问题 还有就是否经常生病 生病确实会影响身高的生长 父母近亲的身高 他们青春期发育的情况 时间是不是跟同龄儿童一样啊 家庭的环境是什么样子 同时我们还要看 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疾病特点 比如说手的问题呀 眼睛的问题呀 还有像身材比例的问题呀 拍个片子 有的时候我们要看干购端的情况 这些都是关于体格检查 在实验室的检查当中 那要做的东西就更多了 我们每一次都说 一到内分泌就抽血 因为你好多都是空腹嘛 然后你要抽血 抽特别多 开无数个单子 上来就是三大常规 全套大声化 这血量就不少了 我们测古龄 是左手腕的正位相 左手腕的正位相 同时内分泌系统 是链接在一起的 我们要看他是不是 有支力的问题 我们要看看 他的甲上线功能如何 因为咱们之前讲过 像呆小正啊 它们就会影响到 身材的发育 肾上线 性激素的水平 都需要测定 那其中我们也比较强调 现在要测的是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 就是IGF1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结合蛋白3 这个水平的测定 然后还需要做 IGF的生成试验 在这里面 有这样的一个实验 我们要查 IGF的水平 是因为 在生长激素缺乏的时候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明显下降 但它有助于 我们来诊断 身材矮小 我们要做 GHRH的测试 我们同时要找找病因 虽然大多数 都是下丘脑的问题 下丘脑 释放出来的 生长激素 释放激素 这个数值 比较低 但是也不排除 它有垂体的问题 所以 在做内分泌系统当中 我们对影像学 是有很高的要求 我们会要求 做垂体部分的 CT或者是核磁 还有要检查染色体 尤其是身材矮小的女孩 她万一是这个类型呢 这个疾病咱们讲过 她万一是这个呢 这是什么 这个是Turner综合征 这样的孩子有颈土 这样的孩子 她的这个我们叫顿状胸 她的乳头之间间距比较大 她是唯一能够生存的一个单体的染色体疾病 所以身材矮小 尤其是女孩子 都需要检查染色体 鉴别诊断 这个鉴别诊断啊 大家看看就行 看看就行 我们其实 不是特别的强调这个部分了 首先有一类 是生长速度正常的 生长速度正常里面 像青春期发育延迟 家族性的矮小 就是大矮妈矮都矮的 还有像宫内发育迟缓 底子打的不好 还有像特发育矮小 它们的生长速度都是正常的 那这里面 哪一个不是 生长激素 哪一个不是 生长速度正常的疾病呢 是我们说的 生长激素缺乏 如果你生长激素缺乏了 那你肯定生长速度是慢的 所以在这里 其实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 一二三四五 所以就这个部分 其实你就可以出一道 单选题出来了 哪一个疾病 生长速度不是正常的 这个疾病 还有是生长速度的减慢 那跟生长速度正常对应的 就是生长速度减慢 生长激素缺乏肯定是一个 Turner综合征咱们也说过了 女孩子你得常规查 然后像先天性的甲减 或者是晚发性的甲减 就是跟甲润腺功能相关的 这类孩子叫做呆小 所以它不只是身材矮 它还有智力发育的落后 它还有代血水平的下降 还有像一些染色体的疾病 咱们其实之前说的年多糖 也算是其中一个 那年多糖也是属于一种 我们叫内分泌系统的疾病 它跟内分泌系统相关 它也跟遗传相关 我们叫内分泌遗传 它是在染色体当中 染色体当中 X染色体上面 某一个区段出现了异常 当然年多糖疾病的 最重大的特点 其实不是说 它的生长速度减慢 不是矮小 而是它的丑陋面容 所以这是生长速度减慢 那么如果它是一个 外观形体不均衬 年多糖病当中 我们往往说 愿意说四型的孩子呢 还基本上是算匀称的孩子 但是大多数年多糖病 比如说二型 比如说一型 它们都是属于外观上面 形态就不匀称 所以我们就要量一下 它的座高是什么 它的下肢长度是多少 同时我们要去看它的手 它的手可能是爪形手 它们拍一张胸片 它们的肋骨是一个飘带样子的 这是属于年多糖大多数的一个特点 那真正的完全生长速度减慢 但是外观形态均匀的年多糖病呢 是属于比较少的 还有一些 就是骨骼发育的障碍 和骨软骨发育不良 这对孩子的上下不良是不等的 它的上下不狼比例是异常的 还有像咯罗病等等 在我们考试当中 容易考的点 就是这个点 注意生长速度的问题 至于下面的具体哪个疾病 基本上都不会涉及 治疗 体质性的青春发育期延迟 一般是不需要治疗的 就是我同学过来跟我探讨 同事过来跟我探讨这个问题 到底要不要治 其实大多数的医生是倾向于不治 除非是你家长 对这个问题上有很强烈的要求 孩子有很强烈的要求 因为你打了生长激素 它一定会长的 它一定会长的 就花钱买身高嘛 它们算过 基本上是一公分等于 两千块钱 就是一公分 在这里还有一点 就是关于家族性的身材矮小 你知道这类的病人 他们的治理是正常的 你也知道他们的 只是因为爸爸妈妈都矮 全家带来的影响就是都是矮 所以只要在谷歌未闭合之前 我们都可以考虑用生长激素 因为你打了生长激素就能长高 这对他的最终的成年期升高 是有好处的 我动了生长激素 我并没有动性激素 所以这并不影响他们进入青春期 他们到了该发育的年龄 还是正常的 我们来看练习 来稍微找找感觉 五岁的孩子 足月顺产 出生的体重2.2公斤 首先我们得知道 出生的体重低了 没有生什么疾病 一岁开始 生长速度是比较缓慢了 但是智力是正常的 体格检查 咱们在这里说的 生长速度的略微有点缓慢 大家还不能说 一看到生长速度缓慢 这几个字 一下就给它定位到 生长激素缺乏 千万不要这么做 千万不要这么做 我们只是发现 从一岁开始 长得不如别人快了 智力是正常的 这块写错了 身高 身高是2.5-2.5sd 就是在标准差之下 2.5个标准差 那也就是说 它可以够得上矮的诊断了 上下不良是正常的 说明它还是身材 比较匀称的一个孩子 古龄相当于4.8岁 这个也很重要 它的古龄不慢 没有第二性征 没有性早熟的出现 搞完大小也是正常的 最可能的情况是什么 我们纵观一下 它没有性早熟的影响 古龄是跟实际年龄 匹配的 身材是匀称的 只是因为 它出生就很小 也没有生什么病 就是慢慢一直都是 挨挨挨挨挨挨 最大的可能性 就是宫内发育齿化 这是在我们考试当中 最常看到的一类疾病 所以我们回顾一下 我们在讲了这么多种类型的 身材矮小的时候 它们之间彼此其实有非常大的区别 有的人是因为顽长 有的人是因为家族矮 也有一些人是因为圆圆脸 它就是生长激素的缺乏 那还有一些人呢 可能是受到了宫内发育的影响 所以不同的因素 大家在做题的时候 要抓住相应的关键点 这样才能有助于我们做题 我们来看一下姓早熟 刚才我们在做上一道题的时候 上一节最后末尾的时候 其实甩下了一个尾巴 是说姓早熟的孩子 他的身材是会矮的 但实际上在家长的认知当中 对这点认识是不充足的 因为姓早熟当他表现出来的时候 他往往表现的是身材发育的一个加速 加速过程 尤其是像真性的姓早熟 他整个把青春期的时间提前了 所以看起来他在这一瞬间 长得比别人快 长得比别人高 似乎是好事 但是由于他们骨构在很短时间就闭合了 别人可能到12岁以后 12 13岁以后 他们才开始慢慢窜个子 你的孩子可能在八九岁之前 他就开始窜个子了 那他的骨构闭合时间就很短 一下就闭合了 他一旦骨构闭合 我们就说神仙也没有用了 你生长激素这些 一切都没用 都结束了 所以这个孩子 如果他是一个真性的姓早熟 而你错过了 错过诊断 真的让他早期生长是加速的 一旦他骨构闭合 他就定位在了这个矮身材上面了 概述 时间 爱考 这是一个爱考的点 是时间 女孩子在八岁以前 男孩子在九岁以前 出现了第二性征 并且 还出现了 有体格发育过速的现象 叫做性早熟 所以时间是一个爱考的点 从并一上来看 有很多种类型 叫GNRH依赖型的性早熟 非GNRH依赖型性早熟 和不完全的 中枢性的性早熟 在这里面 有很多种分类 考试当中比较爱考的 给大家稍微勾一下 单纯的乳房早发育 还有是 这个GNRH依赖型的性早熟 就是我们说的 真性性早熟 爱考 假性的一些性早熟呢 有的时候会受到一些 外界刺激的影响 所以这两个 一般是考的比较多的 这里面 尤其是以这个 就是真性的生早熟 这些真性的性早熟 就是把青春期 撑 拉到了八岁前 这个有一个坏处 就是它的生长潜力很小 比如说 举例子 咱们在真正的青春期的时候 你可能一年 就别说长五公分了 长八公分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 性早熟的孩子 你那个时候 你生长发育的加速 是不可能长到 一年长八公分的 你可能一年长的是 四五公分 五六公分 在同龄儿童当中 你是快的 但是它最终 一旦骨构闭合 身高也就定格在这里了 临床的表现 有不同种的 有特发性性早熟 假性性早熟 和单纯的语乳早发育 考试当中 假性性早熟 现在考的还挺多的 大家要引起重视 我们先看特发性的 就是没有原因 原因不明 我把它理解成 没有原因 但是这个轴开始启动了 咱们这个性线轴 一直都是处于一个 睡眠状态 直到青春期来临的时候 这个轴才开始启动 才开始有一些 第二性征的出现 至此之前 女孩子的外音 都是呈现一个 我们叫幼稚外容 就是我们叫幼女的 这种面貌 男孩子也不会有 阴镜的增大 也不会有阴毛的出现 但是在特发性的性早熟当中 由于这个轴开始启动了 这个轴 直接就开始出现了 早期青春期的发育了 所以女孩子 最能够明显看到的 是乳房的发育 男孩子也是在 睾丸和阴镜这个部分 开始出现增大的现象 然后就开始出现了 夜毛和阴毛 她的整个发展的过程 跟你正常的性发育 是一样进行的 但是性成熟的 这个时间提前了 所以我们就简单说三个字 就是叫小大人 那么随着 第二性征的出现 体格发育会加速的 生长速度会加快 骨灵会增速的 明明你是一个八岁的孩子 你有了个十岁的骨灵 这是不对的 那么骨骼成熟的太快 骨灵会闭合的 一旦完全闭合 最终是一个矮身材 但是 别看是个小大人 并没有长脑子 我们说没长脑子 他的脑子 还是在实际的年龄上 八岁还是八岁的孩子 所以他的智力发育 跟实际的年龄是匹配的 只是你看着 怎么一八岁的孩子 胸部都能鼓起来呢 那很奇怪 所以把这几个重要的点 给大家勾出来了 轴启动 小大人 正常的智力发育 智力发育并没有一下子变得早熟 所以你会觉得 在精神发育和体格发育之间 有一个不均衡的现象 这是特发性的性早熟 第二个是假性的性早熟 核心点既然是假性的嘛 就是跟轴没关系 它不是由于轴的启动 所以它的整个的生长发育过程当中 不是按照真正的性早熟那样 先有谁 后有谁 然后不断的加速 有可能会有一些第二性征的缺乏 比如说它有阴毛的出现 但是没有乳房的发育 比如说它有一些乳房增大 乳孕的加深 但是它其他的方面没有 没有月经来潮 这些都没有 从临床表现上来看 有可能是肿瘤引起来的 有可能它是一个内分泌系统 我们为后面要讲的 21腔化酶的缺乏 这叫肾上线皮脂增生症 有可能是肿瘤影响 女性还有可能甚至出现 异性心脑熟 就是不是往同性的方向发展了 而是往异性的方向发展 考试当中爱考的是这个 这个例子请大家记住 经常考 就是如果你误服了避孕药 你可以让乳房增大 也会留下色素沉着 当然停的药之后就会回来 尤其是一些皮肤的色素沉着 是十分明显的 甚至呢都会导致阴导出血 但是这个阴导出血 并不是真正的月经来潮 所以这是假性性脑熟 还有就是单纯的乳房早发育 我们虽然说青春期来的一个标志 是乳房发育 但是乳房发育绝不等于青春期发育 所以不要见到说 女孩子一旦出现了乳房的发育 哎呦不行 你这肯定是性脑熟 不要扣这个帽子 因为他们不见得是真的 真性性脑熟 这样的孩子发病年龄比较小 以六个月到两岁的儿童多见 乳房的发育 有发育 它是处于B2或者B37 注意没有色素沉着 没有乳头乳运的发展 也没有轴的启动 所以它没有生长加速 没有古灵朝前 它的外阴也是幼稚的状态 没有阴毛和叶毛的出现 就是什么都没有 就是乳房起来了 这样的病人有可能有家族史 大部分是自行缓解的 但是在一部分的情况下 我们要密切监测 它有可能就转变成了 中枢性的性脑熟 出现了真正的轴的提前 这个几率也是有的 又得抽血 抽一大堆血 这回真的是一大堆血 拍个片子 我们看的是古灵 如果是个真性性脑熟 它的古灵是超前的 但是如果它是 就是因为吃了个避孕药引起的 它的古灵是不会变的 我们要测很多很多的性激素了 性激素里面包括了 醋黄体生成素 那么下丘脑到垂体 到性腺的时候 下丘脑到垂体之间 分泌出来的就是这个LH 叫醋黄体生成素 下面是醋卵抛生成素 稿酮 磁尔醇 密乳素 HCG就是醋绒毛膜 性腺激素 十七腔 蕴酮 尿十七 铜 肋骨醇等等 有这么多的检查 不用备 不用备 真正的考虑这个检查 这些内容的不多 在这里面我们提到 做一个GNRH 促性黏激素的一个新温实验 这个实验的做法 是进驻GNRH之后 我们来判断峰值 我们来看 黄体生成素 除以卵抛生成素 除卵抛生成素的一个比例 如果 身高 女性是在12以上 男性是在25以上 支持中枢性的生性老数 我们还要做ACTH的兴奋实验 这个是为了排除 21腔化酶的缺乏 还要做超生 检查身上线 检查卵巢 检查子宫 尤其是要关注卵抛的数目 如果 任何一边 任意一侧 卵巢内 有直径大于等于4的绿抛 4个以上 又是4 44 我们认为这个轴 已经开始发动了 换句话说 它是一个真性的性枣数 它的生长发育速度 已经开始提前了 因为这就意味着 它下面要有排卵的功能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 抓紧时间治疗 要看眼底 要查视野 注意 还要做一些影像学的 尤其是头颅的 核瓷 或者是CT 所以这是实验室检查 这部分 内容很多 那我们要了解一下 就是特发性性枣数的 一个诊断标准 我们反复强调 要大家理解 时间 男孩子是9岁 女孩子是8岁 出现了第二性征 而且 有一个古龄超速的现象 古龄超过了实际年龄 就意味着 它的生长速度 也是加快了 一年在六七公分以上 而且 我们做GNRH的兴奋实验 发现 LH 比上FSH 这个水平是升高的 我们做了卵巢的超声波的检查 发现 四公分以上的绿炮 四个以上 符合了性枣数 还有排除了一些肿瘤啊 这些因素 所以这是 一个诊断标准 这个鉴别诊断 基本上不怎么考到 病因的治疗 我们一定要打掉这个性枣数的现象 这个主要还是针对于 特发性的性枣数 我们利用的是 叫醋性腺激素 释放激素的 类似物 有点绕哈 醋性腺激素 释放激素 类似物 我们用它来治疗 这个首选的药物 一定要记住 我们来看一些题目 正常的青春发育期 启动的标志是什么 正常的青春发育期的启动标志 应该是月经来潮 所以在这里面强调 不是乳房发育 不是乳房发育 乳房发育 绝对不能等于清平期来临 男性的 真性性枣数 和假性性枣数的 主要区别是什么 那么他问的是前者 他就是想问你 真性性枣数的 最重要的特点 是出现了猴结 现在夜毛阴毛 狗丸和阴性的增大 生长速度加换 还是古灵增速 这题也比较难 男性的真性性枣数 我们强调这是一个轴的 轴的一个提前 所以最核心的是 睾丸和阴镜都要增大 这是真性和假性性枣数 如果这个假性性枣数呢 它可以有某一个 某一个地方的 偶尔的发育 但它并不是一个 真的轴的一个前进 所以选择的是 易选项 睾丸和阴镜的增大 8岁的女孩 因为乳房增大 身高长得也比较快 快了一年 现在8岁的孩子 都已经身高接近1米4了 然后乳房发育是B3 阴毛发育是P2 万古显示的是11岁 好 这句话其实是 对我们来说最有帮助的 有些人可能对于年龄 配上身高 这个感觉不强烈了 可能都不太记得了 但是如果他已经告诉你了 古龄 其实这个是有参照标准了 那8岁的孩子 古龄已经增速了3年 增速到11岁了 这说明他肯定是有问题 他绝不可能诊断成乳房的早发育 他应该是一个 真性性早熟的病人 绝不可能诊断成乳房的早发育